李淵和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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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主內平安 我是袁彥玉 可以叫我Cora 我已經回去了舊世軍一年多了 很感謝天父的帶領 天父參拜了很多天使在我身邊 包括我丈夫 我妹 以及堂中的弟兄姐妹 很感謝你們的支持 我有 谢谢 我有准备 他们的支持 他们的安慰 他们的关心 代讨的帮助 令我可以在国有水军的家里面 有根有基 在天父的爱里面 成长 很感谢主 我经历到天父的爱 如果没有天父 我的生命是一定不同的 我有天父的应许 有他的安慰 我才可以跨过 在两年多前 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 有管教的冲突 我搞到家里很不开心 最初我是打算 我带我儿子和女儿 跟妹妹回九世军 让他们可以学习 学好一些 但最终只有我一个人 可以回来 但我真正认识了天父之后 我就感觉到 我的生命真的改变了 就连大半年前 我突然间脱头发 其实真的很害怕 因为一个这么贪美的人 突然间两个礼拜脱了头发 自己变成一个很病的人的样子 但幸好 在这个时间 我不知道我身体有什么问题出现了 但我查过了 是没有事了 又不知道是不是天父刻意的安排 我不会刚刚家里火热 我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很忙 我就没有时间去想自己头发的事 我妹妹来到我家里暂住了 虽然地方小 但我们两家人可以互相扶持 互相照顾 那我有一晚 我不知道是发梦是怎样的 我有一抹声跟我说 他说你不用怕 你会出黑色的头发 是 出黑色的短头发 当时我很开心 我第二天见到我妹妹 我就跟我妹妹说 天父比拖婴吐于我 我会重新长发头发出来 我有一段经文想跟大家分享 在哥伦多后书十二章九至十节 他对我来说 我有恩典够利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避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烂 逼迫 困苦为喜乐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做肛狂 感谢天父 给了一个新形象我 由这个中学时期 我都是长头发的 未试过这么短 不过不要紧要 我有天父的应许 感谢天父 Hallelujah